白宫称 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中东 敦促以色列 巴勒斯坦和该地区各方 在上周加沙停火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为重启长期搁置的和平谈判奠定基础 并努力将援助物资送到加沙人民手中 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布林肯将于周一启程 对以色列 约旦河西岸 约旦河埃及进行短暂访问 布林肯将成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前往当地举行面对面会晤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布林肯还将与地区伙伴合作 确保在国际社会协调一致努力下 将援助立即送往加沙 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拜登政府因没有立即采取干预行动 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他在国会中的民主党盟友 要求拜登政府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停止造成众多贫民伤亡的空袭行动 拜登政府则辩称 他们在幕后进行了频繁的高层外交 以支持停火 上周巴以双方在埃及的调停下宣布停火 布林肯在周日表示 拜登领导的幕后努力取得了成效 令巴以双方在冲突爆发的11天之后 实现了停火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领导这项工作的总统拜登认为 我们可以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经过政府的密集努力 我们最终实现了每个人都希望达到的目标 那就是结束暴力 布林肯重申 华盛顿坚定支持两国方案 也就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政治解决方案 他表示 正如总统所言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努力扭转局面 开始建立起一些更积极的东西 这在本质上意味着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必须知道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在安全和尊严下生活的机遇是平等的 布林肯指出 现在并非双方立即恢复谈判的良机 但是可以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等步骤 修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空袭造成的破坏 他表示 寻求巴以双方共存的解决方案 并非当务之急 我们必须以具体的方式开始重建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些真正的希望 前景和机会